欢迎来到SG新闻空间站 今天是6月29日星期二 我是今天的领航员Ashley 全球热点资讯一站锁定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继打破BC省的气温记录后 热浪向阿尔伯塔省转移 加拿大西部大部分地区仍然存在极端高温警告 造成这一前所未有的天气的热穷顶正向东转移 在BC省的内陆和阿尔伯塔省的部分地区形成 据CBC报道 加拿大环境部警告说 在阿尔伯塔省洛奇山脉 贾斯伯预计周二将达到39摄氏度 包括大草原在内的部分地区气温预计将达到40度 爱德蒙顿和卡尔加里将达到36度的高温 气象预报员警告说 极端的天气状况将可能持续两个星期 观察这一极端天气事件的气象学家 已经将其原因与气候变化和地球变暖联系在一起 气象学家卡斯特兰说 像这样的极端事件的连锁反应是巨大的 炎热和干燥的环境已经促使 加拿大西部野火风险达到极端水平 一场极其迅速的冰雪融化 使社区面临山洪爆发风险 加拿大环境部呼吁 星期三晚上在BC省南部干旱的内陆地区有可能发生闪电 由于野火扩大到近两平方公里 星期一发出了疏散警报 周三中午全省范围内的引火禁令开始生效 接下来是每日新闻快讯 首先来关注一下加拿大方面的消息 加拿大新冠疫情的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远远超过官方统计 官方数据显示 自疫情大流行开始以来 加拿大已有约26000多人死于新冠病毒 而根据加拿大皇家学会发布的一份令人不安的新报告 死于疫情的加拿大人数可能是官方数字的两倍 世卫组织敦促完全接种疫苗的人 在三角洲变异病例激增时戴口罩 世界卫生组织敦促完全接种疫苗的人继续戴口罩 并采取社交隔离措施 因为这种高度传染性的三角洲变种 在世界各地引发了新一波新冠疫情 加拿大预算官员表示 自由党回购枪支的成本可能高达7.56亿加元 加拿大议会预算官员表示 政府可能要花费7.56亿加元来回购加拿大现在禁止使用的枪支 但这取决于加拿大有多少枪支以及自由党如何组织这一计划 加拿大研究人员发现 蜘蛛网机制可以捕获杀死病毒 加拿大免疫学家小组发现了一种新的未知机制 他们说这种机制就像蜘蛛网一样 可以捕捉和杀死包括流感或新冠在内的病原体 下面是本地新闻 BC省自然保护官员发出警告 开门需谨慎 BC省自然保护官员服务处在街道多份关于熊 在24小时内进入居民住宅的报告后 警告当地人在这股热浪尚未结束时 开门需要多加小心 以防止被熊闯入货物商 而根据报告 此前已有三只熊分别闯入高桂林 北温和西温的居民住宅家中 拨款1200万元 BC省政府支持调查原住民寄宿学校一职 联邦政府与省政府以及原住民部族卫生局 正跟一些原住民部族合作 这些部族已请求协助 以确定之后其他前原住民寄宿学校调查的步骤和需要 以及提供治疗资源等 此次省政府财政支持还包括向因为寄宿学校调查结果 而遭受创伤的社区和原住民所提供的文化和健康支援 高温下BC酒店爆满 昨日BC省部分地区体感温度高达50度 大多数本地居民由于家中没有空调而前往酒店避暑 据桑德曼酒店集团称 由于热浪原因 所有旗下酒店预定量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 工资人员称他从业35年从来没见过如此状况 最后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快训 NBA快船立刻太阳 比分追成2比3 昨晚快船背水一战 在客场以116比102击败了太阳 将总比分搬成2比3 保罗乔治41分创季后赛 单场新高 爆冷 欧洲杯法国点球大战赴瑞士 这是两队第39次交手 本届欧洲杯第6场1%决赛 在布加勒斯特国家竞技场展开争夺 法国点球战总分7比8 布迪瑞士 止步16强 以上就是本次旅行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今天的乘坐 这里是SG新闻空间站 我们明天再见